逆剑狂神 第六千四百二十一章 一剑赵破山河万朵 作者 一剑青星 前方大战沸腾 凌轩一剑压制了十大黄者 让所有人惊恐 当年 冷无双转世重生的景象 并没有再现 又是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十大黄者 全部倒退出去 每人身受重伤 可恶 怎么会这样 开启底蕴 开启所有底蕴 这些老祖疯狂地咆哮 大地之下 不停地颤抖 似乎还有强者在苏醒 X 这到底拥有多少强者 三千万年 究竟出现了多少盖世豪杰 无人敢想象 不过 可想而知 一定非常的可怕 苏玉也是惊呼一声 公子 要不我们赶紧走吧 这样下去 没有尽头呀 对方的强者 似乎无穷无尽 还有人来吗 陆地神仙不出 再多的大地皇者 也没有用 林轩冷哼 是吗 你这是在小看我们吗 已经几百万年 没人敢挑战我们了 大地之下 传来了几道冰冷的声音 他们的气息 极其的恐怖 太好了 白面男子等人 却是大笑起来 这一次 他们的强者 比之前更多 一定要拿下对方 林轩却是握住诸仙 他神情凝重 似于天地融合 你以为 只有你们有底蕴吗 我还没施展全力 林轩手一挥 拿出了大龙剑的碎片 我有一剑 赵破山河万朵 林轩催动了大龙剑碎片 大龙剑魂的力量 彻底爆发出来 这一刻 九天十地在摇晃 天崩地裂 十大皇者倒飞出去 大口吐血 根本承受不住这股力量 他们满脸的震惊 对方还没有施展全力 这小子的极限 究竟在哪里 地下 刚刚苏醒的超级强者 上古大能 也是满脸的惊恐 怎么可能 这股力量让他们颤抖 让他们绝望 他们似乎根本无法抵挡 一剑出 万古惊 山河破碎 整个冰雪世界 都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无数的大裂痕 蔓延八荒 冰雪世界里面的无数生灵 全部抬头望天 发生了什么 就连冰雪仙宫也被惊动了 有绝世剑客出击 这股力量 后桥是神来了吗 在冰雪仙宫 还有几个超级强者 他们身上 气凛冽 他们是剑神宫的人 此刻 他们也是欣喜 是神老祖 不对 这不是剑神老祖的气息 是什么人 冰雪世界 有新的剑神 他们腾空而起 去看看 冰雪仙宫也派人飞向远处 冰雪世界 冰雪谷 此刻彻底破碎 灵熏的剑震撼住了所有的人 他冷声问道 还要继续吗 无人敢应战 大地之下的盖世强者 古代大能 全部沉默了 他们活了三千万年 又如何 依然挡不住这一剑 我们认输 大地之下 传来了一道苍老的声音 我们不会 再对你出手了 至于你要的招魂帆 确实不在我们这里 招魂帆确实神奇 但是没了招魂帆 我一样能招魂 林轩眼眸之中 爆发出一丝凛冽的光芒 他还就不信了 他的轮回眼 召唤不出来秀秀的灵魂 下一刻 他手一挥 万道剑气 带着苏玉 秀秀 莫老头 消失不见 走了吗 这个沙神终于走了 冰雪谷主直接坐倒在地 浑身被冷汗打湿 白面男子 则也是脸色苍白 他们有种从鬼门关回来的感觉 大地之下 也传来了一道自嘲的声音 原本我还想打大龙剑的主意 如今看来 真是太天真了 那种力量 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接触的 罢了 让招魂帆回来吧 别再参与这件事了 就让冰雪先攻 和这小子去斗吧 另外一边 林轩离开了冰雪谷 在冰雪世界飞行 来了一处荒凉之地 他降落在地下 开辟了一个空间 将众人送了进去 打出阵法之后 林轩望向了莫老头说道 现在 可以把一切告诉我了吧 莫老头点点头 他把他所知道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原来 秀秀确实是苏家的人 而且 他体内拥有大龙剑碎片的线索 至于莫老头 则是他的护道者 守护秀秀的安全 不过 秀秀太神秘了吧 活了无尽的岁月 依然是小丫头的模样 而莫老头 却支撑不住了 原本他实力很强大的 可是 打秀秀主意的人 太多了 这几百上千万年来 所有人 都在追寻秀秀的线索 他也经历过很多大战 逃亡 最终 他身受重伤 境界掉落 甚至 寿命都开始流失 他也不知道 这样的日子 能过多久 然后 他们就遇见了林轩 旁边的苏玉听后 眼睛也是红了 这是他苏家的人 按血脉来说 苏秀秀是他的先祖 可是 这小丫头 看样子 依然只有几岁的样子 是大龙剑的力量 让对方永远保持了这个状态 秀秀身上的线索 究竟是什么 林轩准备开始研究 不过 秀秀缺了一魂 所以 他暂时没有什么头绪 大龙剑魂都飞了出来 还绕了一圈 也无法进入秀秀的体内 这个时候 墨老头说 秀秀 其实是一把钥匙 一把开启剑界的钥匙 大龙的一块碎片 就掉落在剑界里面 不过 这界很是神秘 漂流在诸天万界之间 就算是陆地神仙 也找不到 只能依靠秀秀打开 原来如此 难怪秀秀这么重要 现在他也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找秀秀了 这些人 也在寻找大龙剑的力量 只是秀秀的一魂 被雪女给带走了 这雪女 同样可怕至极啊 如今没了招魂番 林轩准备 用轮回眼试试 这个时候 他一愣 他接受到了几个消息 从储物界里 拿出了一个阵法 里面飘来了 幽水传递的消息 启禀公子 剑神宫的人 前往冰雪世界 去了冰雪仙宫 不知道要密谋什么 听到这消息之后 林轩一愣 剑神宫的人也来了 而且 还去了冰雪仙宫 冰雪仙宫有了招魂番 看样子 这些人想要出手 夺取秀秀 事不宜迟 我要全力催动轮回眼 林轩开口说道 你们先退出去 我的轮回力量 可能会伤到你们 听到这话 苏玉和墨老头离开了 大地之下 只剩下了林轩和秀秀 林轩眼眸之中 爆发出凛冽的光芒 在他的轮回眼中 同样飞出了一道碎片 这是轮回剑的碎片 林轩要彻底动用轮回眼 逆剑狂神 第六千四百二十二章 仙师 作者 一剑清新 剑神宫的剑优水 给林轩传完消息之后 便深吸一口气 他不知道 剑神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为何要去冰雪世界的 他只能够继续探查 不过 这一天 剑神宫却迎来了一个特别的人 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剑神宫里不少人都愣住了 甚至剑神都被惊动了 他出来了 他盯着前方的那道人影 眉头紧紧地皱起 你没死 你是谁 我又是谁 在前方 有着一名貌美的女子 一脸地茫然 怎么回事 剑神皱眉 在旁边还有着一个绝世剑客 他说道 启禀老祖 弟子去玉清城外面的世界游历 想要挑战一下外面的高手 路上遇见了他 当时 我吓了一跳 所以 我把他给带回来了 只是不知道 小蝶为何没了记忆 而且 他竟然还活着 连剑皇师兄都陨落了 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没错 来的这个人就是小蝶 小蝶死去之后 化繭重生 再次活了过来 不过 却没有了之前的记忆 他又被带到了剑神宫 剑神也是惊讶 看样子 他小看小蝶了 连剑皇都死了 小蝶却还能活着 这个女人不一般呀 有点意思 他笑着过去说道 你是我剑神宫的弟子 这里是你的家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的徒弟了 这话一出 剑神宫无数人哗然 连那些长老眼睛都红啊 剑神的徒弟 这身份太容易了 这是下一代剑皇吗 他们望着小蝶 满脸的羡慕 这小蝶 因祸得福呀 剑神带着小蝶 说道 徒儿 从今以后 我将全力培养你 这把白月剑 你就带在身边吧 剑神收徒 有几个原因 一来是 因为小蝶却是神秘 再者 他们剑神宫 如今陨落了好几个绝世剑客 连剑皇都陨落了 急需要新的天才补充 是 多谢师父 小蝶也是激动 如今他记忆空白 别人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他现在对剑神 无比的感激 送他去万古剑渊 周围的长老又是一愣 万古剑渊 对小蝶来说 太难了吧 然而 剑神的命令 他们不敢违反 只能够把对方送到万古剑渊 冰雪世界 冰雪谷 山谷 早已破碎 灰飞烟灭 然而 天空中 却飞来了几道身影 这几道身影极其的可怕 身上的剑气和寒冰 凌冽之极 这是剑神宫的绝世剑客 以及冰雪谷的盖世强者 他们到来 此地之后皱眉 大战就是从这里爆发的 有人在攻击冰雪谷 究竟是谁 问问就知道了 仙宫的一名长老冷亨 冰雪谷的人出来一见 哄 地道打开 白面男子 脸色阴沉地走了出来 何人 等他看到 冰雪仙宫的人的时候 眉头紧紧一皱 请进吧 他将天空中的强者 请了进去 询问了一番之后 冰雪仙宫和剑神宫的人离开了 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信息 白面男子 并没有把大龙剑和秀秀的事情 告诉对方 因为 他们不想再招惹麻烦了 万一林轩没死 再杀回来 那么他们无人能敌 茫茫大雪之下 林轩全力开启了轮回眼 六道世界 将秀秀笼罩 魂来 一声嘀吓 秀秀身躯一晃 同时 轮回的力量开始笼罩天地 想要把秀秀缺失的那一道灵魂 给招取回来 这一刻 周围出现了天地异象 可怕的灵魂力量 以林轩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刚刚安静下来的冰雪世界 再次震惊起来 无数人惊呼 苍天 发生了什么 好可怕的灵魂力量 我似乎灵魂要被熄灭了 该死 刚刚出了一个绝世剑客 有剑神般的力量 如今 又出现了一个灵魂高手吗 究竟是何方神圣 冰雪世界 很久没出现过 这么恐怖的力量了 冰雪世界里面 一些顶级的家族 门派震撼 他们也是一脸茫然 像极兵寒谈的人 也被惊动了 他们目光遥望远方 另外一边 冰雪先攻 他们此刻也是神情凝重 因为他们正在招魂 上一次抓捕秀秀 结果失败了 不过 却得知 秀秀少了一魂 先把这一魂得到手 然后 再去抓秀秀 在冰雪先攻的深处 一面黑色的旗帜 在空中翻滚 释放神秘的灵魂气息 这正是招魂番 是冰雪先攻花了大代价 从冰雪谷那里借来的 而施展招魂番的 并不是冰雪谷的人 而是他们先攻的强者 先师 这些事 并不是冰雪先攻的陆地神仙 不过 他的实力都极其可怕 他已经超越了超级大地 一只脚 迈入到了陆地神仙的境界 可以说是一尊半仙 而且 更重要的是 这个老者 是冰雪先攻 这代公主的师父 这一代的冰雪先攻主人 实力天赋 极其的可怕 虽然他年纪不大 但是 却修炼到了陆地神仙的境界 成为陆地神仙之后 他掌控了冰雪先攻 对于当年的师父 他很是感激 所以 请来当作先师 而且 他的这个师父 确实极其了得 虽然没成陆地神仙 但是 灵魂力量 却极其的恐怖 掌握了很多远古时期的秘法 此刻 先师正在施法 他神情无比的凝重 这雪女真是不一般 太诡异了 在周围 还有一些超级大地 他们也是低声议论 冰雪先攻的公主也在 这是一名貌美女子 风华绝代 她就仿佛冰雪世界的主宰一般 身上的含义 没有刻意释放 但是 却让所有人感受到敬畏 此刻 他也是皱眉说道 之前 我亲自去抓不过雪女 不过 这雪女神出鬼没 后来 直接躲进了神允之地 那个地方 我不敢轻易进去 所以 就没再出手 公主放心 就算她在神允之地 用我的远古仙法 再加上招魂番的力量 足以把那个小丫头的灵魂 给招出来 自然 我相信先师的实力 冰仙点头 先师又到 已经感应到雪女的存在了 秀秀的灵魂 就在雪女的眼眸之中 我要将她取出来 先师说完之后 手掌结印 身上的灵魂力量 更加的神秘了 周围那些人 也都激动起来 屏住了呼吸 就连先师眼中 也浮现一抹火热 然而这个时候 先师 却是惊呼一声 不好 有一股更加强大的灵魂力量 冲了过来 他的目标也是雪女 逆见狂神 第六千四百二十三章 灵魂主宰 作者 一箭倾心 先师原本进行得很顺利 可是 突然这个时候 冲出来一股更加可怕的灵魂力量 铺天盖地的 朝着雪女冲了过去 而且 那股灵魂力量 直接就冲在了他的灵魂之上 顿时 先师的灵魂 剧烈地摇晃起来 他吐出了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 该死 他疯狂地咆哮 发生了什么 先宫里面 周围的那些盖世强者震惊 他们都懵了 就连兵仙也是一愣 先师 你怎么了 他赶紧走了过去 一道仙气 环绕在对方身边 帮对方修复伤势 然而 先师伤的是灵魂 X 他咬牙说道 刚才 突然杀过来一股力量 也杀向了雪女 有人在和我们抢夺灵魂 是谁 兵仙瞬间就怒了 在这冰雪世界 谁还敢跟他争锋 而且 对方的目标 也是大龙剑吗 可恶呀 会不会是 救走秀秀的那个人 有一个长老说道 听说那个人 实力也很可怕 不管是谁 敢与我们冰雪仙宫作对 他必死无疑 先师 还支撑得住吗 冰仙问道 先师点点头 吞服了一枚神丹之后 他便说道 刚才是被他偷袭 所以我才受伤 如今我全力出击 肯定不会再败了 我要碾压他的灵魂 说完 他疯狂地催动招魂帆 招魂帆剧烈的摇晃 上面有着可怕的灵魂气息弥漫 再次杀向了雪女 神允之地 神秘无比 这是一片境地 陆地神仙都不敢轻易地到来 此刻 在神允之地里面 有着一道身影 他正是雪女 这雪女眼眸中 倒映着一个小女孩的影子 这是秀秀的一道灵魂 人有三魂七魄 秀秀的一道灵魂 被对方抓来了 不过 此刻 却有人想夺回去 雪女面无表情 然而 她身上的力量 却是很可怕 她在死死地抵挡 不过 这个时候 第二道超强的灵魂攻击 冲了过来 让她身躯都摇晃起来 她眼眸之中 爆发出极其冷冽的光芒 她发现在她的头顶上方 出现了一只眼睛 一只如同天神之谋一般的眼睛 在俯视苍生 上面 带着主宰一切的力量 这正是轮回眼 灵轩施展轮回眼 动用了轮回剑的碎片 全力地收取 秀秀的灵魂 终于找到了 与此同时 她还发现有另外一个灵魂 也在攻击雪女 不用想 应该就是招魂帆的力量 这背后是仙宫的人 她一瞬间便出手把对方打飞 想来 对方应该身受重创 很有可能 灵魂就破灭了 接下来 她就要全力地应对雪女了 然而没多久 招魂帆的力量 再次冲了过来 这让灵轩惊讶 还是之前的那个灵魂 没有死 对方的灵魂气息 很强大 天空之中 出现了招魂帆 还有一个老者的幻影 那老者融合在招魂帆之上 她冷声说道 不管你是谁 你都必死无疑 敢偷袭我 你死定了 轮回眼 在天地间绽放冰冷的光芒 盯住了对方 滚 一声冷喝 天崩地裂 下一刻 可怕的灵魂力 疯狂地冲了出来 六道轮回 先师大惊 对方还敢对她出手 可恶 她快速地舞动招魂帆 同时化成灵魂之火 冲了过来 灵轩无惧 轮回眼绽放光芒 天地人三道 恐怖之极 仿佛能镇压一方天地 两者打得旗鼓相当 这倒让灵轩惊讶 有人能抗衡得住她的轮回眼 是谁啊 这个人实力很强 难不成 是陆地神仙 可是 她并没有感受到 陆地神仙那么恐怖的力量 冰雪仙宫 还有这么可怕的灵魂强者 另外一边 仙师也是震惊 她可不是超级大帝 她是半仙呀 一支酒 已经踏入了陆地神仙的境界 她的实力多么的可怕 她可以轻易地 碾压超级大帝 但是现在 却有一只眼睛 挡住了她的灵魂力量 小子 你究竟是谁 仙师咆哮 周围的长老震惊 仙师遇见对手了吗 真是让人意外 我是谁 你不配知道 轮回眼绽放 灵轩的声音 可恶 你这是不叫我放在眼里吗 仙师怒了 从来没有人敢对她无礼 就算是冰仙 对她也是以礼相待 我为什么要把你放在眼里 你算什么东西 灵轩冷笑一声 仙师彻底地怒了 你找死 她手掌结印 灵魂幻化成一只大手 在天地之间咆哮 这只手掌握住招魂帆 朝着灵轩的眼睛席卷而来 仿佛要将灵轩的灵魂夺走 灵轩冷恨 你找死 我成全你 召唤轮回剑幻影 天地之间 一道剑影浮现 斩破苍穹 直接斩向了招魂帆 哄 轮回剑 也是天下五剑之一 虽然是一道幻影 但是 同样可怕至极 在灵魂一道 属于顶级的攻击 招魂帆剧烈地摇晃 上面光芒暗淡 控制招魂帆的那只灵魂大手 被瞬间劈开了 啊 仙师惨叫一声 眉心裂开 他仰天栽倒 大口吐血 这一次 他灵魂受到了重疮 啊 他抱着头 在地上打滚 十分的凄惨 周围仙宫的那些强者 倒吸凉气 就连兵仙也是 吓了一跳 他赶紧调动仙气 救治对方 同时 在冰雪仙宫 还有着很多天地灵液滴落 来恢复对方的灵魂 仙师 你怎么样了 仙师 是谁对你出的手 来人竟然如此可怕吗 一道道惊呼的声音响起 就连兵仙也是询问 敌人是谁 仙师被这么多天才地宝笼罩 他恢复了一些 不过 仍然脸色苍白 他咬牙说道 不知道 只有一双眼睛 可怕至极 上面似乎带有轮回的力量 而且 对方还展出了一道剑气 那一剑 斩断了我的灵魂 轮回的力量 难不成 是传说中的轮回眼 一个长老说道 这话一出 其他人也吓了一跳 冰仙眼中 也是绽放出极其凛冽的光芒 轮回眼吗 确实是极其可怕的眼睛 不过 那又如何 仙师曾是他的师父 如今 也是他的左膀右臂 仙师受伤 不可饶恕 不管你是谁 你都必死无疑 冰仙伸出玉手 一把抓住了招魂帆 下一刻 他陆地神仙的灵魂 铺天盖地地涌入到招魂帆里 他要亲自出手 逆剑狂神 第六千四百二十四章 谁敢与我争锋 作者 一剑倾心 天空之中 轮回剑的幻影 缓缓地消失 斩断了对方的灵魂大手之后 林轩便开始全力地应对起了雪女 他再次动用轮回剑的幻影 杀向了雪女 雪女如灵大敌 林轩说道 我不想与你为敌 交出秀秀的灵魂 雪女不肯 他身上涌现出极其可怕的诡异气息 身形就要消失 斩 林轩怒吼 对方不肯合作 那就别怪他了 轮回剑的幻影 再次斩了下去 这一剑 不是斩杀敌人 而是救出秀秀的灵魂 轮回剑太神秘了 六道轮回极其恐怖 秀秀的那道灵魂 从雪女的眼睛中飞了出来 飞向了轮回剑 他好了 林轩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然而 这个时候 招魂帆却再次出现 不但如此 这一次 上面所携带的灵魂气息 更加的恐怖 这是陆地神仙的灵魂 拥有三道仙气的灵魂气息 看到秀秀的灵魂 被带了出来 冰仙顿时怒吼一声 放下 他配合着招魂帆 杀了过去 不过 却被轮回剑的幻影给挡住了 冰仙惊呆了 这是六道轮回的气息 好恐怖 这道剑影 难不成是轮回剑 传说中的轮回剑 这也是天下五剑之一呀 拥有神秘莫测的力量 天下五剑 没有谁强 谁弱之分 只是代表不同的力量 轮回剑 同样被无数人寻找 追求 崇拜 只是轮回剑 他们更没有线索呀 没想到现在 他们竟然发现了轮回剑的线索 冰仙欣喜 他的灵魂 瞬间就杀向了轮回剑幻影 这一次 不但能够得到大龙剑的力量 说不定 还能够得到轮回剑的力量呢 不得不说 陆地神仙的力量 确实很可怕 竟然直接压制了轮回剑幻影 林轩的脸色 立刻就变得苍白 隔空斗法 他还是第一次 正面面对陆地神仙的灵魂 不过那又如何 拼了 秀秀 他一定要就回来 想到这里 他拿出了第二道轮回剑的碎片 融合 第二道轮回剑碎片融合之后 林轩感受到 更加可怕的灵魂力量 不过 他的灵魂 也要快被吸干了一般 消耗太大了 斩 一声怒吓 轮回剑的幻影 变得越发的真实了 直接斩向了冰仙 冰仙也是面色一变 怎么回事 又变强了 他快速后退 同时催动招魂翻格挡 轰的一声 他被斩退出去 灵魂都晃动起来 好强悍 这就是天下五剑的力量吧 我一定要得到 不过 现在不是时候 他的暂臂锋芒 身形再次后退 然而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道轮回剑幻影 已经带着秀秀的灵魂 消失不见了 你逃不走的 冰仙的灵魂 带着招魂翻回去 他也消失在虚空之中 神陨之地 再次安静下来 雪女的身影 彻底地走进 深渊之地的深处 消失不见 冰雪仙宫 众人还在等待 就连仙师 也是有些期待 下一刻 冰仙回过了神 他说道 东西被人给带走了 什么 这不可能吧 周围的那些长老都惊呆了 连陆地神仙出手 都没有办法吗 对方是谁 另外一种个陆地神仙吗 这个人很强大 但不是陆地神仙 不过 他拥有轮回剑的力量 轮回剑 众人再次倒吸一口凉气 仙师的眼睛也是红了 大龙剑的力量虽强 可是并不适合他 他是灵魂强者 而轮回剑的力量 正适合他 如果他能够得到这种力量的话 他不敢想象 自己能强大到什么地步 在哪里啊 他激动地问道 冰仙说 他带走了秀秀的灵魂 不过 他逃不走的 只要他在这片世界 我就能够找到他 我会让他知道 这冰雪世界 所以才是主宰 仙法 我为学主 这一刻 整个冰雪世界 剧烈地摇晃起来 无数冰霜之上 似乎都出现了冰仙的身影 这是陆地神仙的手段 恐怖之极 所有人的灵魂颤抖 冰仙怒了吗 冰雪世界的主宰一怒 谁能抵挡 究竟是谁 这么胆大包天 苏玉和墨老头两人 也是如灵大敌 他们感觉全身冰凉 而大地之下 林轩睁开了眼睛 他嘴角扬起了一抹笑容 手一挥 在他前方 出现了一道虚幻的灵魂 这正是秀秀的灵魂 归位 林轩手一挥 秀秀的灵魂回到了体内 下一刻 秀秀身子一震 我怎么了 他一脸的惊讶 大哥哥 我怎么在这里 秀秀望向了林轩 一脸疑惑地问道 林轩笑笑 刚想说什么 突然 他脸色一变 因为他感受到 整个世界的冰雪 带有一股奇异的力量 这是陆地神仙的力量吗 他一箭破开天地 来到了地面之上 他神情凝重 公子 秀秀 远处 苏玉和墨老头冲了过来 秀秀 你好了 苏玉惊呼 墨老头也是激动地哭了 他不停地感谢 多谢公子 林轩则是说道 敌人来了 这次是陆地神仙出手 墨老头傻眼了 就连苏玉也是如灵大敌 陆地神仙 神一般的存在吗 这是他们仰望的存在 对方的一道力量 就能把他们打得灰飞烟灭 林轩却是神情平静 他不是第一次面对陆地神仙了 他朗声说道 现在收手 我既往不咎 不然与我为敌 后果自负 林轩的声音飞了出去 传遍四面八方 这一刻 所有人震撼 与此同时 天地间响起了一道威严的声音 可笑 老爷 你敢这么与我对话 不想活了吗 九天之上 一道绝美的身影浮现 整个冰雪世界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不停地叩拜 拜见冰仙 这是他们的主宰 同时 他们震惊 有人敢挑战他们的主宰 是谁啊 这么不知死活 冰仙更是怒了 他发现 轮回见的主人 竟然只是一个年轻人 而这个年轻人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地 这也敢跟他叫板 在这片世界 无人能和他争锋 所以 他出手了 一道眼神垂落下来 就如同万年寒冰一般 将一切冰封 苏玉 莫老头他们 根本抵挡不住 林轩则是冷哼一声 手一挥 一道漩涡出现在他的面前 黑色的漩涡 能吞掉一切 逆见狂神 第六千四百二十五章 你动他试试 作者 一箭清新 黑色的漩涡出现 吞天吞地 将万年寒冰吞没 天空之中 冰仙的幻影惊讶 这是陆地神仙的力量 下一瞬间 他撕开虚空 从冰雪仙宫走了过来 年轻人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冰仙神情凝重地问道 林轩说 我是林无敌 来自神域 神域 冰仙皱眉 这个势力 他听说过 极其的可怕 只不过 之前神域不是破碎了吗 没想到 竟然又卷土重来了 就算你来自神域 又如何 这里是玉清城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交出轮回剑的力量吧 你不配拥有 还有 交出这个小女孩 别为自己惹杀身之祸 林轩听后 哈哈大笑 我不配 难道你就配吗 你还没资格命令我 冰仙怒了 愚蠢的东西 你以为 之前你能挡住我的灵魂 刚才能挡住我的寒冰 你就能跟我嚣张了吗 那只是我的随意一击 我真正的实力 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他手一挥 周围天崩地裂 整个冰雪世界 似乎全在他的手掌之间 这一刻 万界生灵 都匍匐在了他的脚下 林轩同样神情凝重 他冷哼一声 周围黑色的漩涡 越来越可怕了 与此同时 在那黑色的漩涡之中 传来了一道更加冰冷的声音 你动他一下试试 这是九爷的声音 吞噬剑的力量 也浮现出来 冰仙脸色一变 天下五剑 竟然出现了两个 太不可思议了吧 阁下 难不成 就是传说中的九剑仙 冰仙皱眉问道 没错 黑色漩涡里面 九爷的身影并没有出现 然而 他的声音却是传了出来 既然知道我是谁 还不快滚 你 嚣张 冰仙脸色阴冷 不过 他并没轻举妄动 对方也是陆地神仙 而且对方手中 还有天下五剑的力量 极其的恐怖 九爷说道 小家伙 接下来 看你的了 他并没有理会冰仙 而是望向了林轩 林轩点点头 随后 他施展大龙剑魂的力量 涌入到了秀秀体内 同时 他说道 别害怕 秀秀点点头 小脸茫然 不过 当大龙剑魂的力量 涌进去的时候 他身子一震 下一刻 他眼中的天真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恐怖 他的目光 仿佛化成了毁灭神光 瞬间就击穿了天地 秀秀飘浮在半空之中 身上散发至强的力量 感受到这股气息 冰仙也是眼睛火热 他探出了手 不过 九爷也是出手拦住了他 两个陆地神仙在交锋 林轩则是期待 大龙剑魂出手 应该很快就能够取出大龙剑的碎片吧 然而 下一瞬间 一道惊天动地的声音响起 秀秀的目光 似乎划破了天地之间 破开了云层 随后 一颗龙头浮现出来 这龙头咆哮八方 似乎连接着一片奇异的空间 照常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墨老头却是惊呼 剑剑 这是剑剑 只有秀秀 才能打开剑剑 林轩也是惊讶 难不成 还要进入之中吗 这确实出乎他的预料 而且 更加让他意外的是 大龙剑魂 从秀秀体内飞了出来 回到林轩身边 说道 开启了 进去吧 否则 下一次开启 恐怕需要几千年的时间 嗯 林轩惊讶 这么长 那这是目前的唯一机会了 深吸一口气 林轩腾空而起 就要进入间界 你敢 冰仙怒了 他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快速地冲了过去 却被九爷拦住 整个冰雪世界的人 都抬头望天 一颗龙头悬浮在九天之上 这龙头背后 似乎连接着一片世界 好神秘 好恐怖呀 不光是冰雪世界 整个玉清城的其他强者 也看到了 比如 西部世界 南部世界 北部世界 全部发现了 剑神宫的人 抬头望天 他们说道 我感受到好恐怖的剑气 在冰雪世界 那里有一片剑道世界 那是什么 剑神眼眸之中 爆发出凛冽的光芒 大龙剑的力量 他一剑劈开了天地 下一瞬间 他来到了冰雪世界 看到龙头的时候 他哈哈大笑 我来也 他的速度很快 剑神的剑 足以破灭一切 整个人 人剑合一 瞬间冲向了龙头 林轩也是毛骨悚然 他身形一晃 躲开对方的锋芒 对方要进去了吗 轰的一声 剑神被震退出来 吐出了一口鲜血 脸色变得苍白 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愣住了 就连林轩也是眉头一条 该死 怎么会这个样子 剑神咆哮 我进不去 我不相信 剑来 一声怒吼 天地间 一道神剑出现在他的手中 随后 一剑劈向了龙头 这片世界 无人可阻挡我 我一定要得到大龙剑 然而 并没用 这一切 直接掠过了龙头 那龙头仿佛幻影一般 怎么回事啊 要消失了吗 剑神都疯了 他再次冲了过去 可是 他的身躯也是穿过了龙头 根本进不去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哼 林轩冷哼一声 你再强 可是 你没有大龙剑的力量 我才是大龙剑的传人 说完 林轩凌空踏步 在剑神和兵线的目光中 走向了龙头 这一刻 他走了进去 这个龙头非常的大 林轩来到了那里 他站在了龙头之中 下一刻 一道信息 涌入到他的体内 竟然需要十个人 林轩惊讶 神情古怪 这确实出乎他的预料 不知为何要这样布置 小家伙 快点进去 我感受到 还有陆地神仙来临 九爷皱眉说道 果然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天空中 又出现了几道身影 有浑身环绕着火焰的火神 有脚下步步生连的木仙 还有携带漫天大海的水仙 其中 陆地神仙的到来 压榻了诸天万界 所有的生灵 全部匍匐在地 他们从来没见过 这么多陆地神仙齐聚一堂 九爷也是后退过来 他正没说道 为何不进去 林轩传音说了几句 九爷一愣 真的吗 林轩点点头 没错 这时 兵仙说道 九剑仙 你再强 也拦不住我们所有人 这里是玉清城 还轮不到你撒眼 剑神也是说 没错 将他们赶出去 逆剑狂神 第六千四百二十六章 林无敌 可敢一战 作者 一剑倾心 几个陆地神仙的目光 都落在了黑色漩涡之上 里面传来九爷的冷哼之声 不过 九爷并没有动手 因为接下来 林轩行动了 林轩说道 你们不用争了 进入间界 是有要求的 陆地神仙进不去 所以 你们就算争破头 也没有用的 怎么会这个样子 兵仙皱眉 其他几个陆地神仙 也是议论纷纷 剑神没说什么 他之前确实没有进去 第一次被挡住 第二次 那龙头直接变得虚幻 或许对方真的没有撒谎 林轩继续说道 第二 进入这颗龙头 有人数限制 只有十个人能够进去 而且这十个人 必须是剑客 从现在开始 有十天的时间 你们选出九个人 不是十个人吗 小子 我们可没答应让你进去 剑神眼中 浮现冷冽的光芒 林轩笑了 我是大龙剑传人 我不进去 这间界都开启不了 你信吗 兵先说 别理他 给他一个名额 进去再杀他也不迟 我正有此意 剑神眼中 绽放凌冽的光辉 这一次的九个名额 对他来说 太重要了 而且 他占有优势 因为只有剑客才能进去 他剑神功 一共有十大名剑 虽然陨落了几个 可是 剩下的同样也是顶级高手 只要联手 进去绝对能杀了这小子 想到这里 他说道 好 就让你再多活一段时间 他哈哈一笑 转身离去 他要开始准备了 兵先也回去了 火神说道 恐怕不止我们吧 这消息传出去之后 逐天万剑的剑客 都会赶来 我也得回去准备了 木仙并没有离开 他望向了黑色的漩涡 说道 你们在这里小心些啊 他们有可能在里面联手 多谢告知 九爷回应 木仙说道 吞天地 当年救过我一次 所以 我不会和他们联手的 危机时刻 我会站在你们这一边 多谢了 接下来 木仙也回去了 这里的消息也是传了出去 果然 无数的人都惊呆了 大龙剑多么的恐怖呀 是无数人眼中的力量代表 如今 竟然有一次机会 能够得到大龙剑的力量 他们怎么可能不疯狂 不过 等得知只有九个人名额的时候 他们都疯了 九个名额 太少了 给九百个 好不好 可是 并没有用 只有顶级剑客 才有机会进去 一时之间 无数人开始疯狂地朝着剑剑聚集 剑神功率先行动起来 之前 他们陨落了四个名剑 不过 加上小蝶 如今又变成了七个 七大名剑一起出手 横扫八方 他们要取得七个名额 当然 这不太现实 其他的陆地神仙手下 也有高手 一时之间 大战爆发 每天都有今天的战斗 只有用绝对的力量 镇压一方 才能够取得这个名额 彼岸的人叹息一声 他们受创 这剑道天才不多 所以 他们商量了一番 并没有进入剑界 而是准备 继续待在剑神宫这边 他们还要继续利用剑神 至尊殿堂 却是派了几个剑道高手前来 进行争夺名额 另外一边 小蝶也出动了 他在路上 遇见了慕容卿城 还有颜如玉 慕容卿城他们 见到小蝶的时候 惊讶 你没有死 那你应该知道 不是我们杀的剑皇 走 回去给我们说明白 小蝶却是冷喝一声 他直接对慕容卿城两人出手 招招致命 三人大战在一起 小蝶如今的实力也是大增 有了白月剑之后 他的威力更加恐怖 可是慕容卿城和颜如玉 每一个都不弱于他 甚至比他更强 两人联手 压着小蝶 小蝶怒吓一声 直接拼命 没办法 最终两人联手 将小蝶击杀 问 白月剑再次发出一道光芒 飞了出去 颜如玉想要镇压 结果没成功 慕容卿城说道 算了 这是一把神器 我们压制不了 不过可惜了 要是能够活着把小蝶带走 或许就能证明剑皇的死 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颜如玉确实说道 剑神的目标 是大龙剑 就算剑皇没死 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也是 那这算不算 为轩哥扫清了一个障碍 走 我们继续去挑战 其他的冥剑 他们继续对剑神宫的 其他剑客出手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之间 七天过去了 这几天来 已经有着无数的人失败 甚至血染长空 这种战斗 是极其可怕的 他们发现 剑神宫的十大名剑 真的是太强了 每一个都恐怖至极 他们不是对手 所以 他们把目标 放在了林轩身上 这小子 凭什么夺得一个名额 就是 他不配 我要挑战你 有几个剑帝 来到了林轩面前 他们剑指前方 小子 敢不敢与我们一较高下 就是 我会向你证明 你没有资格夺得这个名额 你 哼 你们一起出手吧 林轩大手一挥 他站在了天空之中 找死 五个剑帝怒了 然而 他们还没行动的 林轩便出手了 林轩一剑斩来 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一剑刺出 五大剑帝陨落 血染长空 后方还赶来的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疯狂地逃走 该死的 快逃 这个人更加地恐怖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逃走了 没有人敢来挑战林轩 最终 十天的时间到了 九个人来到了龙头前方 他们九个人 都盯住了林轩 眼眸之中 绽放着凌冽的战役 九个人 相互之间也有着敌意 毕竟进入剑界 每个人都是对手 不得不说 剑神宫的人 真的很强大 竟然占据了四个名额 除此之外 另外几个名额 也是陆地神仙手下的 还有一个 是至尊殿堂的 此人名为剑至尊 他的剑法和境界 很是诡异 他能够占据一个名额 足以表明他的强大 剑神宫的四个顶级剑地 望向林轩的时候 冷笑连连 小子 赶紧打开剑界吧 这其中 无尘剑地冷声开口 好 没有问题 林轩笑了 这些人想杀他 他又何尝不想 解决这些人 进入剑界之后 没有了陆地神仙的干扰 这些人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即便联手 也不行 逆剑狂神 第六千四百十七章 你不配让我出剑 作者 一剑清新 十个最顶级的剑客 一起朝着龙头走去 龙头旋转 释放可怕的霞光 形成了一道神秘之门 仿佛连接一个未知的世界 十个人走了进去 进去之后 他们发现 这个空间里面 剑气环绕 恐怖之极 这里是剑界 是剑客的圣地 好可怕的气息 我在这里感受到 超强的力量 大龙剑的力量 一定在这里 就算是一道碎片 能够参悟 对我们也受益无穷 这些剑地欣喜无比 而在龙头之外 众多陆地神仙沉默 他们没说什么 而是静静地在这里等待 剑神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他这边有四个人 绝对万无一失 剑界里面 这些可怕的剑地 望向四周 他们快速地飞顿 整个剑界并不大 而且 四周都已经破裂 不过 前方有着九座山峰 却是完好无损 这九座山峰 如同九柄神剑一般 屹立在天地之间 每一个 都极其可怕 拥有不同的剑道 有的恐怖 有的飘渺 有的炙热如火 有的浩瀚如水 九大剑地 剑道之后 眼睛一亮 我在这里感受到 超强的剑道 如果我能够参悟的话 我的实力 还能再进一步 十个人 却只有九座山峰 注定有一个人无缘了 哈哈哈哈 我先走一步 星火剑地 大笑一声 朝着那座炙热地 见到山峰飞去 诸位 也不想与我为敌吧 神海剑地 同样冷声说道 剑至尊没说什么 不过 他身上已释放一股 诡异的气息 轻木剑地叹息 他有些担心地望向了林轩 同时 给林轩传音 林公子啊 如果抵挡不住的话 就不要勉强了 我想 他们恐怕会联手 到时候 我能帮你牵制住一个 最多两个了 毕竟这些人的天赋和实力 都不弱于我 多谢 不过不用 你去找一座山峰吧 不用管我 林轩说道 轻木剑地一愣 这家伙 还真是和传说中的一样 那么嚣张呀 难道他真的以为 能够和剑神功抗衡吗 那可是四个剑地啊 四人联手之下 多么的强悍 算了 到时候 就对方一命吧 他虽然是剑客 不过 他的剑法 却有一招极其的神秘 带有强大的生机 能够让人起死回生 关键时候 或许真能救下对方的命 也算是 给他师父报恩吧 这个时候 一尊高大的男子走了出来 他身上的杀气非常的重 他是剑神功的斩妖剑地 他手中拿着的是斩妖剑 这把剑斩杀无数妖兽 染了无数强者的鲜血 他说道 诸位 不用担心 把这小子杀了 我们就可以一人 一座剑到山峰了 说完 他便盯住了灵轩 另外三个剑神功的剑地 同样走了过来 杀气腾腾 灵轩笑了 一起动手 还是和我单挑 你们随便选吧 我先来 我要试试 你这小子 究竟有什么试炼 斩妖剑地走了出来 他手中的斩妖剑落下 能够斩灭一切的强敌 他的杀气非常的恐怖 他一出现 周围那几个剑地 都是脸色大变 面对对方 他们气势就弱了三分 灵轩身形一晃 躲开了这一剑 然后 他微微皱眉说道 这就是你的实力 没有施展权力吧 就这点力量 在我看来 就如同笑话 你最好拿出权力出手 不然 你还不配让我出剑 灵轩的话 让周围那些人脸色一变 好狂妄 果然 斩妖剑地也是怒了 好小子 既然你找死 我成全你 一声怒吓 他手中的剑 爆发出极其璀璨的力量 这一剑 如蛮荒骨兽 杀了过来 灵轩摇头冷笑 我说了 太弱了 还不够让我出剑 说完 他一掌拍了出去 九阳神掌 带着滔天的火焰力量 狠狠地打向虚空 仿佛一片大山鸭来 哄 灵轩的手掌 打得整片天地晃动 斩妖剑被打得颤动 就连斩妖大地 也是脸色一变 他感觉手臂都发麻起来 似乎手中的长剑 就要掉落 该死 对方竟然如此可怕 没有出剑 实力就这么强悍 大日不灭长 林轩冷哼一声 手掌之上 爆发出一团金色的光芒 瞬间把斩妖剑力 给震退出去 周围那些人 瞪大了眼睛 这人好强悍 没出剑 竟然压制了斩妖大地 他要出剑 实力的多么可怕 虽然他们听过 林轩的名头 但是 还是第一次 见到林轩出手 此刻剑道 果然是恐怖如斯 找死 血海凝聚 一剑斩妖 斩妖剑地怒喝一声 在他身边出现了无尽的尸山血海 如地狱修罗一般 周围出现了很多幻影 眉头的古兽 断裂身躯的太古妖王 还有被一剑冻穿的上古妖 这些全都是斩妖剑 斩杀过的妖兽 他们带着滔天的杀气 环绕着这一剑冲了过来 所有人震惊 他们知道 斩妖剑的是真的怒了 这才有点明见的实力 林轩望着这一幕 微微点头 不过 我说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下一刻 他也出剑了 诸仙剑之上 带着强大的杀意 直接冲开了漫天的血海 一剑斩出 斩妖剑地的一条胳膊 被斩断了 整个人倒退出去 沿路撞碎了无数的虚空 你 不过如此 众人皆惊 好强 这是怎样的一剑 不愧是大龙剑的传人 他果然够强悍 这一刻 不管是剑神弓 还是其他的剑底 全部都是惊呆了 青木大帝也是惊讶 的确比想象中的要厉害 我来斩你 又是一人走了出来 他身上带着浩瀚的声音 如同天鹰一般 十分的诡异 此人名为天歌剑地 林轩则摇头 太麻烦 你们一起来吧 天歌剑地皱眉 虽然对方强 可是 他也是盖世强者 联手 几个意思啊 看不起他 他冷哼 不用 手中的天歌剑挥舞 形成了一幅天图 快速地从空中压了下来 另外一边 斩妖剑地却是冲了过来 给我死 他打算和天歌剑地联手 一剑画龙 林轩常见舞动 横扫而出 与两大剑地战斗 三招 两大剑地再次倒退 这一次 斩妖剑地的身躯被冻穿 天歌剑地也被一剑击飞 大口吐血 那股志强的力量 他根本无法阻挡 太弱了 林轩微微摇头 就算你们四个人一起上 也不是我的对手 逆剑狂神 第六千四百二十八章 天歌剑 无尘剑 作者 一剑倾心 这样吧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去前方的剑道山峰修炼 等你们实力提升了 再来与我对决 林轩说道 嚣张 真的是太嚣张了 斩妖剑地 天歌剑地 他们气得浑身哆嗦 周围的那些人 也是惊呼一声 这家伙 竟然让敌人修炼 他真的不怕被反杀吗 好 好 好小子 你等着 等我实力提升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斩妖剑地怒吼一声 并没有再出手 因为他现在 真的不是对手 他要尽可能地提升实力 他来到了一座山峰之上 一声咆哮 无边的剑气将他笼罩 我感受到了 好强地见到意志 好恐怖的力量 我这次一定能突飞猛进 其他那些人 也是纷纷行动 九个人登上了九座山峰 他们开始全力参悟起来 他们也打出了一片防御 防止林轩偷袭 林轩没有去争 九座山峰之上 蕴含可怕的力量 但是 他并不需要 他站在了九座山峰之间 眯起眼睛 运转大龙剑魂的力量 飞入到了地下 很快 他睁开了眼睛 果然如此 九剑拱位一株 好奇妙的地形 这地势 林轩曾经在不朽城的 第九重天剑果 当真是精妙无比 如今 在这剑界 又剑到了 这九座山峰 虽然蕴含强大的剑道力量 但是 这并不是林轩所要的 林轩要的是 大龙剑的碎片 他之前 用大龙剑魂 已经探查到了 大龙剑的碎片 就在九座山峰的中间 不过 要开启碎片的力量 还需要至关重要的一步 那就是 这九座山峰 需要沾染顶级的 剑地之血 才可以开启 这也是为什么 需要十个人进来的原因 其中一个 是大龙剑传人 另外九个 只能图坐驾一 可笑 这九个人 虽然天赋一柄 实力强大 但是 此刻在这里 却忘记了最初的根本 这些人 都没有来得及寻找大龙剑碎片 都登上了山峰 林轩手掌结印 开启吧 他打出大龙剑的力量 涌入到了大地之下 顿时 天地摇晃 龙吼声响起 九座山峰之上的九大剑地 睁开了眼睛 这是龙吼之声 是大龙剑的力量吗 他们这才想起 他们来这里的最终目的 是寻找大龙剑 如今出来了吗 他们站了起来 腾空而起径 行搜寻 然而 这个时候 每一座山峰之上的那些剑道力量 却如同牢笼一般 将他们死死的锁住 他们无法离开这些山峰 该死 是怎么回事 九个剑地都惊呆了 给我滚 他们怒吼 打出一剑 然而 也破不开这片牢笼 没用的 你们出不去的 林轩开口说道 听到这话 斩妖剑地脸色一变 是你动的手 该死的小子 你敢暗算我 他怒目而逝 其他的剑地 也都忘来了目光 林轩说道 没错 确实是我动的手 该死 难怪你不抢夺山峰 你进来的时候 都计划好了 天歌剑地咬牙 另外那些剑地 也是眉头紧紧皱起 星火剑地说道 林无敌 我和你无冤无仇吧 你为何要害我 你就不怕我师尊 降罪于你 沈海剑地也是说道 放我离开 不然 后果你承担不起 想离开可以 与我一战 胜过我 我就放你离开 说完 林轩腾空而起 率先冲向了沈海剑地 他进入到了 那片牢笼之中 他并不受影响 进来之后 沈海剑地怒喝 好 那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沈海一剑 万海归宗 浩瀚的剑气 如汪洋大海 带着无边的神力 冲了出来 不过如此 林轩冷亨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真正的汪洋大海 一剑画龙海 林轩的剑 幻化万物 一剑批出 万龙奔腾 画成了一片龙海 两者对碰 惊天动地 沈海剑地倒退出去 他身上出现几道裂痕 他的鲜血 滴落在山峰之中 怎么会这么强悍 而且 对方竟然也会 这种大海的力量 该死 这就是大龙剑吗 志强的力量 好希望得到 这个时候 林轩一剑 贯穿了他的心脏 砰 沈海剑地受到了重创 倒退出去 他眼中浮现一抹惊恐 对方要下杀手吗 不过 林轩并没有杀他 心脏的鲜血 滴落在山峰之上 林轩嘴角扬起 这一次 他需要的是 这些人的剑心的力量 接下来 林轩离开了 杀向了新火剑地 新火剑地和林轩大战 结果也落败了 林轩一路横扫 斩妖剑地和天歌剑地 两人自然不是对手 落败 心脏都被贯穿 接下来 落雨剑地 落雨剑地 施展漫天的雨水 幻化成雨神 但仍然负伤 最后 林轩又望向了无尘剑地 这个人 一直很沉默 没说什么 不过 林轩能够感受得出 他是剑神功这四个人中 最强的一个 无尘见点 依然没说什么 不过 他手一挥 在他身上 出现了几个符文 被他抓出来之后 扔在了一旁 顿时 虚空破碎 化成黑洞 这几个符文 拥有极强的力量 如同万座大山一般 对方平时就带着这种压力 来修行吗 如今这种压力一去 对方的实力 肯定突飞猛进 下一刻 无尘剑地 身上浮现可怕的力量 恐怖的剑气 他如同一方神灵一般 冲了过来 手中长剑出动了 无尘之剑 画出神秘的诡计 从天空中 展落了下来 哄 林轩拔剑 一剑斩出 当了一声 两剑碰撞 这是第一次 对方接住了他的剑 并没有像其他的剑地那样 被震退 这一点 就足以表明 无尘剑地是多么的恐怖 当 又是一剑 两剑碰撞 爆发出更加恐怖的光芒 这里的战斗声 传了出去 周围山峰上面的那些人 虽然看不到 但是 能够感应得到 天歌剑地说道 无尘出手了吗 太好了 他的实力超出想象 说不定 他能够打败这小子 洛宇剑地也是说道 当年 无尘应该是十大名剑之首 他应该得到白月剑的 不过 因为一些原因 让他失之交臂 但他的实力 绝对不弱于剑皇 甚至比剑皇还要更强啊 这一战 他绝对不会败的 逆剑狂神 第六千四百二十九章 剑至尊 作者 一剑清心 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战 没多久 前方的恐怖的声音便消失了 林轩从第一座山峰走了出来 诸仙剑之上 鲜血滴落 不可能 旁边第二座山峰 洛宇剑地惊呼一声 无尘受伤了吗 怎么会这个样子 所有人感受到一股绝望 连无尘剑地都受伤了 谁还是对方的对手啊 林轩没说什么 他转身走向了另外的一座山峰 这是青木剑地所在的地方 林轩望向对方说道 我也不想伤你 但是我必须需要你的剑心之血 你自己动手吧 青木剑地脸色苍白 他说 能否与你切磋一下 我想见识一下你的力量 好 如你所愿 林轩一步踏出 身上爆发出极其恐怖的气息 一剑斩落 破碎天地 青木剑地在这一刻变了脸色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顶级剑客 即便面对十大名剑 他也依然不弱 同阶之中 他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可是现在 面对这一剑的时候 他才知道他错的是多么离谱 眼前这个境界不如他的年轻人 实力却远远超过了他 这一剑 他根本无法抵挡 他说 罢了 我认输 天空之中 诸仙剑停了下来 林轩收回了长剑 接下来 青木剑地自己动手 动穿了他的心脏 等鲜血滴落在山峰之上的那一刹那 林轩转身离开 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见至尊 至尊殿堂的人 而且 这个家伙有些诡异啊 至尊 那可是大帝 失去先弃之后的境界 按理说 应该实力大减 可为什么 这家伙还能够击败众多强敌走进来 他要亲自会一会对方 来到第九座山峰的时候 剑至尊神情从容 他盯住了林轩说道 小子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做这么多 就是为了得到大龙剑碎片吧 没错 你很聪明 林轩也是盯住了对方 他说 你就束手就擒吧 哈哈 剑至尊大笑 我虽然连大帝都不是 但是你知道 我为什么能赢吗 因为 他并没有说完 可是却突然出手 他手中的剑 猛然撕开了虚空 将整个空间笼罩 下一刻 周围变了 变得荒凉 苍茫大帝 周围有着很多墓碑 林轩和剑至尊的身影 都出现在这片空间之中 剑至尊笑道 我手中的这把剑 其实是一个剑木 这是一把神器 这里自成空间 拥有极强的神力压制 就算你是超级大帝 在这里也发挥不出来多少力量 我会把你拉入到同一境界 然后再争锋 到时 你怎么是我的对手 而且这剑木之中 埋藏着很多剑道高手 有上古时期的 太古时期的 甚至还有远古时期的剑道高手 他们的藏魂 他们的力量 都能为我所用 小子 现在你害怕了吗 林轩听后惊讶 竟然是一剑神器 真是让人意外 难怪 对方能走到这一步 想来 这应该就是至尊殿堂 精心准备的吧 感受到他身上的力量 确实受到了压制 林轩微微点头 确实很强 但是谁告诉你 同街一战 我就会输了 同街一战 我还没败过 是吗 那你很快就会败在我的手下 剑至尊出手了 在这里 他没任何的顾忌 手一挥 无数剑气飞了出去 以此同时 脚下的大地里面 飞出两股力量 冰与火的力量 冰火之剑 当 林轩举剑格挡 声音震天 黑暗之剑 又是一道剑光 林轩感觉四周伸手 不见五指 破灭之剑 火焰之剑 星光之剑 各种怒吼声响起 周围的那些木地里面 传来了一道 又一道可怕的剑气 小子 你拿什么与我争锋 剑至尊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哈哈大笑 林轩常见舞动 形成一片剑光环 绕在身边 进行防御 他心中微微叹息 之前对抗冰仙的时候 动用了太多轮回眼的力量 召唤了好几次轮回剑幻影 他的轮回眼 暂时还无法启动 不然的话 一眼望去 这些残魂都将破灭 不过没了轮回剑的力量 那又如何 大龙剑的力量还在 林轩一步踏出 他说道 我有一剑 可斩百万残魂 这一剑 惊天动地 前方 那些剑道残魂 发出凄厉的声音 疯狂地逃走 他们感觉 他们的力量 正在被磨灭 然而 林轩的剑太快了 一剑斩下 百万战魂 全部裂成两半 人剑合一 化身为龙 又是一剑 林轩 仿佛化成了一条真龙 张牙舞爪 杀向了前方 剑至尊脸色大变 怎么回事啊 剑目的力量 也奈何不了对方吗 下一刻 他惨叫一声 他的身躯被撕成了两半 心脏更是被直接抓走 林轩破开了剑目 来到了外面 下一刻 他抓碎了手中的心脏 碎片散落一地 剑至尊惨叫一声 倒在一旁 他的身躯竟然无法愈合 吓得他赶紧后退 眼中带着惊恐 他拿着神器 都奈何不了对方吗 林轩瞥了对方一眼 冷笑一声 不过他并没有继续动手 因为九个大地的剑心 都已经得到了 接下来 他要开启 九剑拱卫一株 来到了九个山峰的中间 林轩深吸一口气 他拿出了大龙剑魂 再次打入大地之下 九座山峰剧烈地摇晃 随后山峰朝着下方降落 等山峰没入大地一半的时候 林轩脚下的大地 则是出现了变化 一道裂痕打开 仿佛打开了一片洪荒世界 恐怖之极的力量飞了出来 九座山峰之上的大地 也是目瞪口呆 他们看见一个巴掌大的碎片 从大地之下飞出 那上面所携带的力量 无坚不摧 太好了 林轩心血 大龙剑的力量 大龙剑魂和林轩融合 随后林轩抓向了前方 大龙剑的碎片 并没有什么抵挡 顺利地被林轩得到 下一刻 林轩感受到 他仿佛拥有这把剑 已经很多万年了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啊 他仰天咆哮 手中剑气绽放 击碎天地 九座山峰之上 都出现了裂痕 九座山峰倒塌 而与此同时 山峰之上的牢笼 也是消失 九个剑地终于得以逃离 他们纷纷腾空而起 下一刻 他们所有的目光 全部望向了前方 那里有一个剑枝碎片 大龙剑的力量 所有人目光火热 逆剑狂神 第六千四百三十章 无敌碾压 作者 一剑清新 所有人都盯住了大龙剑的碎片 眼眸中浮现一抹火红 得到这东西 他们就能够得到 无坚不摧的力量 冲 不知谁喊了一声 八个剑的冲了过来 除了青木剑地没行动之外 其他的人 没有任何留守 血海斩腰 斩腰剑地眼中 杀意浮现 无尘剑绝 无尘剑地身边 出现了极其可怕的剑气 飞舞之间 贯穿天地 落雨剑法 漫天的雨滴 倾洒而下 如此之外 还有可怕的火焰 恐怖的海水 八大剑地火力全出 没有任何留守 这一刻 后方的青木剑地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叹息一声 面对这么可怕的攻击 林轩能抵挡得住吗 八人联手 无人能抵 退吧 只有退后离开 或许还能够活下来 青木剑地心中想到 然而 下一刻 他却惊呆了 因为他发现 林轩不但没有后退 反而笑了 就凭你们八个人 愚蠢呀 今天 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无坚不摧的力量 青木剑地道 疯了 不是吧 这家伙在想什么啊 就算他再强 也不是八人联手的对手呀 除非他是陆地神仙 不然的话 他根本抵挡不住 愚蠢的东西 斩腰剑地冷笑 无尘剑地也是说道 你会为你的嚣张 付出代价的 八人的攻击 封锁了天地 防止林轩逃走 而这个时候 林轩却是出手了 他拿着八掌大的剑气碎片 随后 手一挥 又拿出了另外一道剑气碎片 有手指那么大 两个剑气碎片融合 形成了一个剑尖 这是什么东西啊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八大剑地脸色大变 对方竟然还有一个碎片 这也是大龙剑的碎片吧 对方手中 竟然有两个 他们眼睛都红了 一定要得到 他们的剑气 变得更加恐怖 全部落在了林轩身上 而此刻 林轩手中的剑尖 却是爆发出极其可怕的剑光 形成了一个剑木 将林轩笼罩 挡住了所有的剑尖 这怎么可能 八个剑敌目瞪口呆 他们八人联手 陆地神仙之下 无人能敌 甚至 他们都有信心 和陆地神仙叫板 可是现在呢 他们的攻击 一点都没有伤到对方 这就是你们全力一击吗 真示弱 连我的防御都打不开 现在 也让你们感受一下 我的剑法吧 说完 林轩握住了大龙剑的剑柄 长剑横扫出去 一剑如龙 横扫千秋 天空瞬间被劈成了两半 八大剑地身子颤抖 他们感受到 一股无间不摧的力量 席卷而来 该死的 抵挡 他们疯狂地抵挡 可是发现 根本挡不住 他们全部被劈飞出去 身上出现裂痕 血染青天 恐怖之极 后方的青木剑地 望着这一幕的时候 目瞪口呆 他看到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八大剑地一瞬间受伤 林轩的实力 恐怖到这种地步了吗 这已经不弱于陆地神仙了吧 林轩站在虚空之中 他妄想八荒 说道 刚才那一剑 我已经留守了 你们还要继续吗 这话一出 神海剑地 星火剑地等人 身躯一颤 他们满脸的惊恐 不可能吧 对方肯定是在撒谎 远处 斩妖剑地说道 大家别信他 一起诛杀了他 林轩冷亨 他说道 我和剑神宫有仇 但和其他人无仇 所以 剑神宫的人 我必杀 至于其他的人不犯我 我也不犯人 你们现在留守 我可以既往不咎 给你们的师尊一个面子 另外两个剑地的师尊 也是陆地神仙 神海剑地和星火剑地 两人相望一眼 随后摇摇头 他们退到了后方 我来 剑至尊全都走了出来 他们至尊殿堂和林轩也是死敌 再加上四个剑神宫的大地 这个阵容可怕到了极点 无尘剑地走了出来 说道 诸位 全力出手吧 不要再留守了 说完之后 他眼眸之中爆发出凛冽的光芒 千层剑手 在他身后 出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符文 环绕八方 这道符文之中 出现了上千只手臂 每只手臂都握着一道剑影 上千只剑影环绕 形成了神秘的剑阵 万妖降临 斩妖剑地 也是怒喝一声 雨落漫天 诸神剑歌 剑至尊 更是开启了他的剑母 里面那些剑道藏魂的力量 再次爆发 杀 他一声怒吼 五人快速杀来 无尘剑地 疯狂舞动上千只手臂 上面的剑影 排列形成一道剑阵 将凌轩困住 另外几人 则是疯狂地出击 后方 星火剑地说道 你说 他能抵挡得住吗 神海剑地摇头叹息 不知道 但是 如果他的力量 还是和刚才一样 那他真的能胜利 只是 他还能发挥出 刚才那样的战力吗 在他们看来 刚才那一击 虽然凌轩打败了他们八个人 可是 那应该是对方的权力一击 短时间内 打不出第二剑了 就是 你们五个找死是吧 那我就成全你们 面对五个剑地的攻击 凌轩冷笑 他继续催动剑气 大龙剑的剑肩 化成锋利的笼爪 抓了出去 这一击 漫天的剑气 都剧烈地颤抖起来 仿佛要沉浮一般 剑气如龙 横扫天地 五大剑地的攻击 在这一刻 便弱了 下一刻 他们的神通 被一剑斩断 然而 剑尖的力量 并没有减弱 仍然朝着他们 快速地杀来 该死 怎么会这个样子 无尘剑地 第一次变了脸色 即便面对当年的剑皇 白月剑 他也毫不畏惧 除非是面对剑神 他才能低头 可是现在 他在对方面前 感受到剑神般的恐怖 这个人的实力 超越了一切 已到达神境 一剑震退了这五人之后 林轩手臂高举 剑气斩落 他杀向了斩妖剑地 对方杀气很重 身边还环绕着 无数尸山血海 就以对方来寄剑吧 斩妖剑地感受到这一击 顿时 毛骨悚然 他疯狂地后退 然而 林轩的剑太过恐怖 他无法闪躲 快帮我 一边怒吼 他一边全力抵挡 施山血海化成一方天地 挡在了他的面前 破 大龙剑的剑尖落下 轻易地劈开了这方天地 施山血海变成两半 没有什么能够抵挡 血海之后的斩妖剑地 身躯裂开 货�了 有没有能够抵挡的 leiderÓ 没有能够抵挡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